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韋哥這個有多樣圖 最新的說法就是可以減低老人癡呆症的風險 所以大家不妨多吃一點 但是我們講還講要負責任來說的 大家都要知道韋哥本身就是醫生處方藥 因為他是有副作用 所以這些監察的副作用和用量是多少呢? 一定是要經過醫生處方指導 還有不同年齡不同體質 還有如果本身有其他隱患的人 就需要小心 尋求專業意見 但是這個給大家一個理由去吃 是的 但是這個很意外收穫的 其實在醫藥界裡面經常出現一些例子的 你去想著發明一種藥 誰知道最後那種藥對於主要想醫的病症 未必很有幫助 可能都有 但是有時另外有些意想不到好和不好的副作用也都走出來 所以幾種組合都有的 有時就是你發明一種藥 最後你也想醫到你想醫的病 但是同時也幫你不去醫治其他東西 OK 這個是最好的 OK 那一個例子 我自己都在節目裡提過 譬如是男人脫髮 其中有一種藥的成份叫Finasteride 或者叫做保康斯那種藥 現在就出了很多不同幾代的藥 當初這種藥是拿來去醫治這個前列腺腫的 最後是成功的 它也都成為一個醫前列腺腫的藥 但是同時也都發覺 他吃這隻藥的人 那些頭髮的聲音都散了出來 所以它也都同時就是說 它可以成為一種醫治紅燭的藥 當然就是經歷過他們那個實驗 再仔細分析的時候 你去醫前列腺腫的時候 那個用量要多些 但是醫治這個紅燭的時候 那個用量少很多都可以 所以於是乎就是坊間就會有這樣的藥 OK 但是都是醫生處方藥了 因為也都牽涉到那個用量和用途的問題 那這次就輪到韋哥 這個故事 就是當初我們看韋哥這隻藥 就是可以叫做 令到那個血管鬆弛 所以結果就拿來保證男人可以力不從心 不是力不從心 就是隨心所欲 於是就在床上生龍活虎 就有一隻這樣的藥走了出來 最初其實應該是在想怎樣去治心臟病的 據我記得 是的 因為你什麼時候的心臟要強化它 你知道了 心臟問題有時候就是血壓太高 那你就會有些降血壓藥 是不是 有時候那個血的凝固有問題 你就不要吃一些薄血的藥 是不是 然後那個心臟血管獻血彈性 那你可能或者需要去舒張的話 那你會牽涉到就是這隻 威爾古拉這隻這樣的藥 但是想不到這隻藥也是 他當初想研究達至其中一個目的 但是誰知道就發覺吃的病人就是 原來就吃得可以很硬 於是乎就成為了一種狀陽藥 要講到的主題就是 原來再經過這個詳細的分析的時候 就很特別了 就發覺這個威爾古拉這隻藥 當它針對在一個神經系統那裡去看的時候 原來它是能夠很有效地去清除了 一些積聚在神經末梢的某一些的蛋白質 那很多時候我們知道的 老人癡癌症其中一種的體驗就是 那個神經傳遞之間 就太多這些無謂的垃圾蛋白質 它積聚在那裡 就阻止了一個信號傳送 那令到那個信號越來越弱 於是乎就是整個神經園最後就沒有接受了少的刺激 慢慢膚死了 這個就助長了這個老人癡癌症 那中間很多老人癡癌症的研究 就是怎樣去清除這些東西 那我不去講了 但是現在就發覺 的確在臨床看到 無論在臨床還是在那個分開的實驗都可以看到 就是透過這個VIAGRA的作用 減少了某一種的蛋白質在神經線附近積聚的時候 就令到最後那個神經是可以比較長時間保持著健康的狀態 就比較少機會去老人癡癌 而在這個實驗室的實驗裡面甚至乎是做多樣東西的 他就說因為那種蛋白是需要用到這個鱗的元素來形成的 就是這種蛋白質不止只有碳、淡、氧、和氫的 它還會是一種比較複雜的蛋白質 有時候牽涉到有些鱗的成份在這裏 它在其中一個實驗裡面 在神經園培養的環境裡面加多一些鱗 令到它更加傾向容易去累積更加多的 這些垃圾蛋白質來阻礙神經線訊號 但是發覺呢 加了偉哥之後 它就更加容易去抵禦這種蛋白質去形成 就是說 偉哥現在在這個簡單的神經系統作用的時候 它不單止是幫你清除了這些無謂的蛋白質 而且是幫你預防這些無謂的蛋白質去結集在那裡附近 所以最後出來的結果 結論就是 似乎 Viagra 這種藥 是有一定程度的能力 降低那個老人痴癌的機率 我們不可以說它完全清除了 因為實際上那個Alzheimer 這些老人痴癌症 那個形成的原因和機制是很多 很複雜 我們還未能夠完全一抽絲剝鹼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排除某些原因 也都有足夠理由 令到我們相信它可以降低這個老人痴癌症的出現機率 就是它有這樣的好處 我也估計它不是故意去找了這個因果的關係 但是有些人不是想去吃偉哥 而去什麼的嘛 如果我不是想要那個硬的 我可不可以調教到只是醫治這種病呢? 醫治這種的老人痴癌症呢? 這個又要看它需要的那個劑量要是多少 比如我剛才講的那個頭髮藥那個例子 原來就是那個劑量很少 已經令到你可以不脫髮 所以就是對於你只是醫脫髮的人 那你就吃少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依然要達到那個醫前列腺腫的效果 你的劑量就要大一點 OK? 那現在就要好看了 你真的 比如說原來你要達到壯糧的效果 需要的劑量 比起那個你需要去預防這個老人痴癌所需的劑量 誰多一點 誰少一點 你就要找這個答案出來 所以我想有一些臨床的事情都需要去做 還有你也知道用的時間不會是短的 因為你要追蹤一個人 會不會是去develop 到這個老人痴癌症 還有你的樣本要很多 你要很多人一起去試 你或者不過又這麼說 你真的要找一些人 一些男人 他是未有老人痴癌 但是還很想自己有心有力的那些人 你自己去survey一下 有哪些人是繼續吃偉哥的 你去做一個這樣的追蹤研究 那我相信十年八年後 你就會有一個比較明朗的結果 就是究竟需要的劑量怎麼為之是合理的 這個一定要做一些很廣泛的研究 因為我們不想要一些的副作用 是不是?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新聞 大家知道 如果你譬如說中氏神經是一種受損的話 你很多事情做不到 下午都做不到 現在這個問題上面 Elon Musk 投資了很多人力物力下去的 那有什麼新的發展呢? 這個很短的提一提 因為是比較科技層面的事情 我們知道 Neuralink 那個也是Elon Musk 旗下的公司 他在最近就成功向美國的FDA 申請到一個許可 就將那個晶片植入去人的神經系統那裡 尤其是腦那裡 就希望可以幫助一些癱瘓的人 去嘗試去重新得到活動的能力 那它的用途就暫時很廣泛 就是可以想到很多廣泛的用途 就是譬如說 如果你那個脊柱神經受損 令到你四肢癱瘓 或者只是下肢癱瘓 那你可不可以運用這個 Neuralink 去叫做駁通整個線路 令到個人可以有活動能力呢? 這樣 那現在這個例子就適合這個星期的新聞 我覺得很厲害 它就幫助了一個癱瘓的病人 就不是說幫它可以動手手腳腳這麼簡單 而是就是說它真的可以把晶片植入到那個 就是老神經那裡 就令到它可以閱讀到它想 就是這個意念上面想落一個什麼命令 於是它可以下棋 就是可以經過了一個植入晶片之後 再跟那個晶片做一個小小的training 那你就可以控制那個晶片 令到晶片可以了解到你的思想 將這個棋去放在畫面上面的哪一個位置 然後那個人是成功可以抓到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其中一個Neuralink 它能夠表示到它那種叫做老機界面 和它那個叫做分析老部訊號的能力的其中一個進步 有了這個結果呢 你就可以進一步想了 怎樣幫助我了解人的那個運動神經的訊號 從而令到我可以通過一個神經的訊號 下了去 就是繞過了那個脊椎受傷的部分 下了去 就是肢體那裡 令到可以指揮到那個肢體的運作 這個就是我們會繼續留意 這個不得不佩服Elon Musk 嘩 玩這麼多煩 電動車 火箭 人工智能 現在這個真的是造福人群 有新的消息 它重返這個世界首席的第一位的富豪 OK 我想它都不知道是不是第一的了 其它第一對它來說更加重要了 應該是吧 知道它了 是的 另外一樣東西了 我有一個節目的 就叫做梁錦祥健康活力頻道 大家如果有看過頻道 看到我們操得很辛苦的 是 有些方法不用舉 就可以變成很健碩呢? 你的頻道就遇到大敵了 剛剛這個星期就有這樣的新聞 就是說 終於有一顆在美國 有一顆叫做 不用粗機也可以吃一顆藥 令到你健碩的健碩 就終於變小 OK 那還沒有在人那裡試的 在老鼠那裡試過就很厲害 那隻老鼠吃了這顆藥 就令到它可以 完全不用做運動 不用粗 不用練 可以跑得那麼快 跑得那麼遠 重要是看到它 那個脂肪比例是少很多 肌肉比例就增長了 結果就不用死粗難粗了 這樣就非常厲害的 但是在這裏 又不小心 有些東西抓到 剛才我們說的neuralink那個問題 原來當初去開發這些藥物的時候 就不是為了被人偷懶 去不練習的 就是其實大家都很希望 大家繼續去看多些運動頻道 看多些台長 教人怎麼操練 去有一個健康的生活 練大隻的 但是就是當它研究一些 如何強化心臟肌肉 或者是去如何發展到一種方法 去可以幫助到一些癱瘓的人 可以在不做運動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維持著一個肌肉的發展 或者甚至乎太空人 他在無重狀態之下 可不可以說 如何減少他的肌肉量的流失 可不可以就有一些藥物去幫助到他們 其實就有人去想這些 所以當初去想一個叫做大隻丸 不用做運動都可以大隻到的 這個大隻丸 就不是為了被人去偷懶的 而是為了想去救人和幫人 很有趣就是在這個過程裏面 他發現其中一種的藥物 其實那個處方的名字 我講完出來大家聽聽就算了 他那隻藥的名字 現在暫時給了一個編號 叫SLUPP332 講完一次我都不會記得的 就做了一個在老鼠的臨床測試 剛才講的結果就是說 有隻有吃的就變了大隻老鼠 沒有吃的那隻就依然是這麼受藥 當然就是說如果沒有吃的那隻 依然可以透過運動來令他大隻的 但是現在另外一隻很明顯就是 不用做運動都可以這麼大隻 就是那個結果就是這樣 那台長你覺得這隻東西 你敢不敢去試呢? 那這樣的我還沒戴之前 有一個圖顯示到現在這個什麼 一邊就拿了啞鈴 一邊有一筆藥 那你選什麼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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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裡又要提防要小心 那因為這種假設就是建基於 就是說這隻藥已經 我們是不是已經能夠假設自己 充分掌握到我們人體 新陳代謝如何生肌肉的機制呢? 還有另外一件事 副作用會是怎樣呢? 那這個暫時我們還沒有很清楚 現在就是這次為什麼這隻藥會成功呢? 背後的原理就是什麼呢? 原來他們成功找到一個 由新陳代謝系統那邊找到其中一個開關仔 就是原來我們身體要懂得去長肌肉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透過運動 運動會刺激到我們一些內分泌 而內分泌會告訴我們身體是要生肌肉的 那這件事我想很多去粗肌練肌肉的人 都會很明白這種原理的 也會親身感覺到就是說 你那頭粗完肌 你立刻去補充一些營養 是你會吸收得特別快特別好 因為是完全配合了你身體內分泌的節奏 而這種內分泌不是那麼容易 讓你外面做藥物的人找到它是怎樣的 這種內分泌是人體自己獨有 它很有能力的形狀很適合 它可以黏在我們的身體細胞裡 傳遞訊息告訴我們身體要長肌肉 要生肌了 那當然有人嘗試去hack 嘗試突破這個謎題 就是說我能否去模擬這種內分泌的作用 用一個藥物的形式 去配合這個內分泌的那個形狀 令它一黏在身體那些這樣的肌肉細胞裡 就同樣地提醒到它要生肌肉呢 那其實就是一個叫做 身體的增長肌肉的生化密碼 我們怎樣去解謎的問題 那裡面的機制會不會只有一個鎖匙 一個鎖呢 其實可能還有很多其他的 可能它整套連鎖反應就是說 不是喔 還有其他的機制去約束一些不好的因子去產生的 那暫時這件事情我們還沒有完全清楚 那但是在今次的這隻叫做 SLUPP-332這隻藥那裡 它就叫做你可以說 它能夠成功地去找到 拆解到其中一個是生化增肌的這個新陳代謝過程的其中一個密碼鎖 就從而令到我們可以騙到身體 在我們不透過運動去產生這種荷爾蒙的情況之下 依然可以刺激到我們這個身體的增肌的機制 那暫時來說 它的副狀在哪裡呢 你會看到就是只在老鼠臨床那裡做 所以很多事情都還要經過進一步的測試 如果最後你發覺不要說是用在人上 用在老鼠上原來是容易生癌症的 那怎麼辦呢 但是就一個挺有趣的一個結果來的 但是我們依然是希望最後能夠在臨床裡用的 就是因為最後就可能就會幫助到 如果是一個長期癱瘓的人 就算我們能夠駁得通他的神經信號 但是他的肌肉已經是丟臉了 不夠力去站起來 不夠力去拿起一杯的時候 那會不會就是在我們前期的時候 就給這些藥去令他先生肌肉 再駁通他的神經信號 他就更快去回復正常的生活 所以這些東西最後也發覺是可以救到一些 就是為癱瘓的病人提供一個很重要的救治 我比較樂觀一些的 我覺得他們很快用的了 主要用在不是癱瘓的運動員身上 也都找到剛才你說的是哪幾隻的蛋白質 ERRα、ERRβ、ERRγ 但是最可能的就是ERRα這個蛋白質 這個我相信就是一個很有商業價值的發現來的 我相信美國來說一定是大量去投入去 看看什麼時候拿來臨床去用的了 這一節我們要結束下一節回來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說 其實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是Shakeshifter的東西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有人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你就追求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只有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